在台湾工作是第一次做非常的激動 新任的日台交流協会台北事务所代表片山核之 表达对于来台就任驻台代表的激动 副总统赖清德周三上午接见片山核之 欢迎他来台就任 谈话中也希望未来台日两国在极权国家威胁下 能扮演印太和平关键角色 台海的安全还有印太的和平稳定 也是全世界安全跟繁荣的必要元素 这些都是未来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 也就是让台日共同合作之下 不仅仅是两国人民友情更好 经济创造双赢 我们也能够共同洗手合作 在印太的和平稳定上面扮演关键的角色 来清德还感谢日本在疫情期间与台湾互助 并在天灾地变发生时与台湾互相关怀 指出国际认为现在台美关系是史上最好 而台湾与日本何尝不是如此 期待未来双方能加强合作 让各方面有长足进展 片山核之则希望能在任期内继续深化台日双边关系 我作为日本台湾交流社会的台北事务所 代表在这些经济和文化交流方面 尽量努力加强我们双边关系 想让更多的台湾人了解日本的重要性 片山核之指出台日共享自由 民主 人权 法治等共同价值 是彼此重要的经济伙伴 双面人民有友好密切的感情 也都关切台海稳定 希望深化两国关系 并在工作方面获得赖清德的支持及协助 新唐人亚台电视林玉堂黄雁玲 台湾台北报导 前面回头发了这些计划 双面的顶部 如果让这些计划 点击 点击 手 误